戰地千坪可以看到這裡 就可以擺放八架的定義機 以台東豐年機場為基地 我們帶你直擊全台唯一一家的飛行學校 想要乘上飛機翱翔天際 基本功夫不可少 第一步就得先在機外360度檢查 現在一切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出發囉 哇 飛上天空俯瞰台東美景 能夠平穩飛行是基本動作 接下來還有更刺激的 我們這台飛機時速的速度大概是66左右 所以我們現在到70 好 現在可以聽到時速警告聲 時速警告聲響起 怎麼辦 飛機就要掉下去啦 除了克服恐懼 心臟還得要夠大顆 馬上危機處理 如果太膽小 不用怕 這裡還打造這樣的模擬機艙 讓你先試試水溫 可以看到這裡還打造一個 千萬的1比1的模擬機艙式 而我現在就飛在天空上面 只要操控這個操控感 往上就可以看到天空 而往下呢 我就可以看到太平洋 擬真程度百分百 就要學員適應體驗 創立全台第一家飛行學校的 就是今年47歲的 董事長高建佑 過去的20幾年下來 都是往國外送 OK 那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關島都有航效 夏威夷都有航效 為什麼台灣不行 原來破硬公司 預估未來20年 全球至少需要55萬名機師 高建佑就是看好飛行市場 前前後後就砸了3億台幣 當然航空業沒有任何一個sector 它是可以有很快的回報的 它都是以年在做計算的 所以我們當初的投入呢 大家心裡也有底 它是需要一段時間 即使還沒回本 但它秉持對飛行熱愛 也要讓台灣學員 不用出國訓練 就能一緣飛行夢 東森採集新聞 張教授 潘一泉 吳宥樹 台東報導